文贵先生的表现 在中国房地产的时间 我们今天聊聊国内的房地产 因为国内房地产的爆雷 其实也应该算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对于中共来说 这个房地产的事情 文贵先生很早就跟我说了 很早就说过 其实在2017年就有提到过 我们先来看一段 文贵先生2017年 就告诉我们中国房地产的一些信息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六个月以前爆料的时候 我说中国的经济在夏年会什么样 谁也不会想到乐视会这样结果吧 安邦万达看到什么样了吗 都看明白了吗 交电话 不管上是什么样 多少企业你们是不知道的 现在剩一个恒大 恒大的悲剧比谁都会惨 比海航还惨 恒大的丑闻 只比海航大 不会比海航小 记住这句话 什么叫房地产 没有金融腐败 它搞不成大房地产 没有篡改农结率 不可能做大 把这房子赖给谁 不重要 赖给银行 赖给自己的金融机构 进行了高评估 再抵押 再抵押 甚至重复抵押 带走了钱 然后老百姓买房子 你买不买都不重要 恒大背后的老板 恒大的资金来源 恒大的资金去向 恒大的运游手段 比安邦 抵换他 那只过一百岁 不会提 他不是生意 那叫政治 那这个就是一个大面 纯粹进入大面 恒大出事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那比安邦 那比这个什么民生 那比这个海航都要大 而且国际上 更加会震撼